大家好 魏晓琳 我这个频道是这个房地产空军司令 空军司令部就在这里了 整天唱空楼式的 今天看到个让我炸锅的一个新闻 我这个下巴又又掉地上 天天这么多幺蛾子 一看说咋弄啊 这恒大啊 这个恒大干嘛呢 哎呀 返租啊 零元购商铺啊 网上啊 网上多地啊 恒大在深圳 重庆 湖南 江西等多地啊 推出这个商铺零元购的活动 什么零元购呢 我们看一下啊 具体措施就是 一次性付清全款的客户 全款 全款啊将会被返还所有购房款 怎么返还呢 从2022年开始 就是2022年 还要明年 还要脱离一年啊 从明年开始 每年返还10%的房款 也就是 分10年还完 就10年之后 其实这11年 他又打了个时间差嘛 就2022年开始啊 然后就返还完了 然后你就相当于零元够了 你这个房子啊 就这个意思明白不 啊这个 里面看出几个道道来啊 像我们这种炒房团 我们见的多了啊 啊什么什么西方哪个国家 我没去过 是吧 是哪个房子 哪个楼盘 我没去过 哎就这么好玩 其实这个商业地产里面 经常有这种玩意 就是叫什么 返租 我们就返租 就是他把这东西卖给你 然后给你签一个反租协议 然后你租回去给他 你就收租啊 就经常有这种套路 呃 其实就是商业地产里面 经常用的一个套路 同时还是就是很难租的房子 就是然后就很难租的 比如新城区吧 新城区开发的一些 呃中一 中和体项目啊 呃可能是是一个新开发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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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体啊 啊通常他就他就会这样啊 就给你们吃个定心丸嘛啊 就返租给我们开发商啊 然后呃呃就保证你的收益啊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啊但是啊刚才啊 有人回馈了啊 反馈反馈 刚才查了一下啊 有人反馈说什么呢 这个反租合同啊 反还合同不是跟恒大签的 是跟恒大 介绍的另外一个公司签的 哎呀 到时候如果这反还过程当中出问题 这个经常有的啊 这个经常出现的维权啊 然后是游行示威啊 呃后面怎么样 呃一打官司他 他给你讲合同对吧 我都说了在中国 凡是给你讲法律 讲证据的那些都是流氓 啊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因为他就是有文化的流氓嘛 你知道不 他给你讲什么 哎你看合同上面写的 哎呃我们 你看你签字了啊 然后然后你说哎呀 你当时不是说说说说说说什么吗 你不是答应什么吗 哎呀他就说你没证据 哎你看土共也是这么玩的 呃经常也是 呃什么呃中医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 呃然后 呃疫情不是发生在中国发发发生的 你没证据啊 你没有证据你要小粉红经常也这样说的嘛 哎你们这个谣言没证据啊 就就这样就这么玩的啊 所以这凡是这这种人啊 说没证据啊 或者说是凡是这种 呃说说呃给你讲法律 在中国讲法律啊 这这这种有文化流氓啊 就是黑社会黑社会各个都讲法律 所以我告诉你公监法他们全掌握啊 呃所以这个呃这个不得了 就看出来这个一个恒大啊 恒大真的是也是也是确实没钱啊 恒大要出大问题 但就怎么说呢 有时候这些大问题几个月之前我们也看出来了 但是呃 他这个过程可能是很曲折的 你知道不就就像中国崩溃论一样 中国崩溃论也说了很多年了 啊但是他过程是曲折的 不是说我们今天说到崩溃了 明天就明天就崩溃了 或者说这这这这有时候牵涉到各种利益啊 呃他可能就就会比较复杂啊 呃只是看到这恒大也就也是没了办法 我估计呃也是赤膊上阵的啊 就是搞这种十年哦 百分之十哦 呃这就是相当于是跟你们借钱 要每年百分之十 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这个你看怎么玩呗 这这东西啊没法玩 看不懂的东西啊 别碰就就是了啊 呃或者说你可以去看看 听说基本上是不是在交去 就交去的那个那个房产项目 然后一些底商嘛 估计是或者说是配套的 哎基本上搞基本上没有商业价值啊 就这有一些是配套的车位啊 拿个老大员啊 比如我我说广东的地方啊 其他地方我不懂 比如老大员啊 跑到重化去啊 那个重化的车位 根本的本来那些地方你乱停 都没人抄你的牌 根本的大农村里面啊 那个车位根本一点都不值钱 还有呃那个商铺 除了也也有点商户 商铺会租的出去 你一个楼盘里面可能 有几个商铺会租的出去 什么钱大妈呀 呃什么生鲜超市啊 或者说小卖部 会租租一点点出去 怎么一个小区 怎么也能养活一两个铺嘛 有有些五金店啊 呃这液态我这液态我这懂得很的 这些啊 但是就哎 看吧 这商铺这东西也是呃 不懂不要乱踩啊 这商铺跟跟住宅不一样 住宅高高低低差一点朝向 你朝北朝西也好 呃呃 没有没有风又又热又好了 哎但是呃 呃呃 猫猫猫猫能住啊 但是 商铺有时候你大概就拐弯 拐了一个弯 那你就没人租 就没有人流 有时候就这样的 就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 你不要贪便宜 有时候商业地产绝对不要贪便宜 就拐了一个弯 就一点人流都没有了 有时候啊 就就完全租不出去 就这里就能租出去 就就小区出入口 这里能租 小区拐了一个弯 就一点都租不出去啊 有时候 或者说能能能能搞来什么洗车店啊 那么哎呀怎么说呢 这个也是难搞啊 反正啊 反正就反正就难搞 这个这个视频先到这里吧 哎 反正这个大陆的业态 基本上已经玩的差不多了 你反正很难租的 有一些搞搞来做培训啊 做一下个什么钢琴班啊 做一下什么什么 健身房 然后洗车店 然后人流比较大的地方 做生鲜超市 哎呀 这种道道真的是 玩的差不多了 而且基本上 终端消费能力很差啊 不然这不会大家挤着去炒 炒股票 你看是吧 就没没炒 宁愿炒股票 我都我都不做生意 做生意的风险 比炒股票还高 哎就这样吧 还不扯了啊 嗯 觉得有点创卡教授 点赞订阅分享 拜拜